上海贝林与斯兰威随着性价比更高 记住分析 首先来讲到性价比 我们来从生活中的常识 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那么在生活当中性价比的运用 例如说相同的价格比质量使用性能 价格相同随着质量更高 使用性能更强大 那么随着性价比更高 而相同的质量使用性能比价格 质量差不多价格谁更低 那么谁的性价比就更高 那么股票与股票之间 怎么来去比较性价比呢 这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些 共性或者有一些什么呢 有一些点可进行同类比较 那么我们来看 例如说像上海贝林和斯兰威 那么像上海贝林这一支歌舞 当前的一个状态呢 我们从几个三个维度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当前的结构 第二个是他基本面 那么从当前的结构视角来看的话呢 他的一个表达从前面低点9块7毛6 涨到27块1毛8 经过前面的话呢 可以把它理解为长周期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摩底 然后呢走出底部 一波主升回落又一波主升 当前这个位置呢 股价因为已经翻了接近三倍了 翻了三倍的话呢 那么对于他来讲 从走出结构上面来讲 这个位置有没有撤离走坏呢 其实还不能视为撤离走坏 从简单的前面讲到的一种上涨结构的视角来讲 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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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还属于抬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第一从他的涨幅来看呢 从前面的低点到27块1毛8 已经接近翻了已经涨了300% 已经是三倍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了 而且的话呢 对应了这个位置 再往上要高度防范的是什么呢 高度防范的是如果说MSD在上演这样的一个顶背里的一种状态 那么对于他来讲 你要是从空间 从中线视角的维度观察的话呢 他的性价比是越来越低 就是股价越往上 那么他的性价比实际上是越低的 但是呢 我们再从不同的维度来去观察啊 不同的维度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从当下他的股性来去看待的话呢 他的换手率在20% 也就是说呢 这一只股近期的一个股价的涨跌更多的是属于短期资金 而且短期资金有没有散场呢 以前面获利的资金的早就已经什么呢 早就已经离场了几波又几波的 当前的话呢 只不过市场对他的关注度还在 关注度还在的话呢 那么这一只股股近期对于 市场或者对于半脑的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股性依然是属于比较强的状态 强的状态的话呢 那么即便是从中长 从他的一个上的空间相比较来讲 从中长 他的性价比越往上 那么呢 他的价格越往上 那么性价比越低 因为这风险是涨上去的 这一点的话呢 一定是治理名言 但是呢 他是要看他的结构 好 这是一点 那么再看他的基本面 基本面的话呢 对应的 他在2023年的业绩呢 是属于持续的 2023年的业绩是亏损的 2024年的一季度 以及那2024年的半年度 他是扭黑的 这个纽亏的话呢 对应的 列出2024年的一到六月份 那么呢 净利润1.2亿到1.4亿 与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百分之二百八十九 他是属于大幅纽亏的一种状态 但是这个纽亏 对他的一个利好因素的话呢 从价格 从走势来讲 早已堆卸 当前的话呢 仅仅只是一个股性还保住活跃 这是对于上海被零 也说呢 你要是从短期的波动率和股性来看的话呢 那么他当前的股性可以对于呃 板块的敏感度要强于四栏位的 但是呢 你要从他的一个位置 从他的一个涨幅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他再往上 那么对应了 列说这个位置向上 要么是二十七块一毛八 而过不去 必然找卖点 对呢 如果过去了 你要观察他的 MST是不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顶背里的状态 如果说是过得去 也是以找卖点为主 而不能冒进了 但是你要从短线的一个视角来讲 列说对应的 而出发移动 那么呢 某一个低点 作为一个方式位 而建立即出 既然不好就跑 那么他的股性 帮钱还在 好 那么我们再看四栏位 四栏位的话呢 那么这一只狗 他的状态是什么呢 他从历史的高点 七十十块五毛八 一路下跌 跌到十五块七毛四 咱们前面讲到过 你要是用 跟大周期来讲 他是一个单边下跌 结构 高点不断的下跌 低点不断的新低 那么当前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他的股性属于刚刚转活 这个刚刚转活的话呢 指的是前面 从七月十九号这一天 出现手板之后 那么呢 一个冲高回落 这个回落的话呢 那么连续一周 他的表现呢 是偏弱的 表现偏弱的话呢 但是他的换手率 当前的话呢 是在百分之三 前面的话呢 这一段也不过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 百分之七 这样的一个状态 只不过对于他来讲的话呢 我们来看三个阶段 哪三个阶段 前面单边下跌的说 前面单边下跌 他的量呢 是五量五价 那么换手率 一路达到什么呢 达到百分之 0.5 好 而后的话呢 一波冲高 140年据压制 而后的话呢 再震荡下行 但是这里面的话呢 他的量堆 就是他整体的量能 称极来讲 这是一个称极 这个位置的话呢 和前面相比 应该是属于低量能的状态 但是和他相比 是高了一个层次了 这个位置呢 股价没有上升 但是他的量能 称极来讲 和前面 他又高了一个称极 那么当前的话呢 只是日线一笔上 日线一笔下 这一笔下呢 回落 到了前面 这一笔的半分位附近 半分位附近的话呢 那么整体 他的量能 称极来讲的话呢 是足迹的 在进行提升 也说呢 他的股性 在足迹的进行转活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 从位置的一个视角 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 他从长周期的 把它可以呢 长周期的底部平台 刚刚越过 走出底部平台之后的 这样的一个回落 来这样去看 好 那么我们再要看基本面 基本面的话呢 他在2023年 业绩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明显的亏损 只不过呢 在2024年的一季度 包括了2024年的 半年度 他的业绩呢 并没有扭亏 只是呢 大幅的减亏 也说呢 从基本面的一个 表达来讲的话呢 那么像上海 背零 那么从2023年 到2024年的 表达来讲 他是要 好过四难位的 好 那么从 但是呢 这个好过四难位 他的股价已经呢 有充分的兑现 这个一点 那么呢 这里面呢 要有一个推演 因为呢 从 基本面的视角来讲 很多时候是需要有充分的调研 有详实的数据 你才能够做出分析的 而修缠呢 作为个人交易者来讲 其实也没有实实质性的调研 只是也是通过一些 网上的 官或者是官方的一些数据 来进行分析而已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例如说近期 对于整个半导体芯片方向 一些企业的基本面相好 也好 那么呢 行业整体来讲 是属于一个 复苏的一种状态 这种有利的因素的话呢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话呢 那么对于四难位 那么呢 这里面我们不妨 做出大胆的两种推演 一种推演是什么呢 例如说在2024年的一季度 包括2024年的半年度 大幅减亏 那么2024年的三季度 或者是年度 或者下半年 他能不能实现明显的扭亏 如果说能够实现明显的扭亏的话呢 那么对于他来讲 好 一比上之后一比下 后面的话呢 像上哪怕什么呢 哪怕他没有达到 像上海背零 从低到高三倍的一个剧情 最起码什么呢 最起码 基于网上给新高 甚至甚至什么呢 甚至 过前面的一个平台的下沿 到30元的附近 也是很容易实现的 这是一种情况 就是说呢 一个是基本面 后面呢 是相好 然后的话呢 整个半导体芯片呢 从中长期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是有逻辑有支撑 有资源青睐 这是一种思考 另外一种思考的话呢 下半年 它的基本面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又是连续亏损 去年 2013年 2023年的话呢 持有亏损 2024年的又持有亏损 那么增加的是他的他的一个什么 他的一个更加不利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那么对于他的股价影响的 这是从中长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两者经比较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 结论 或者得出个人的一种观点 什么观点呢 你要从短期的股性和对于市场 对于半导体这样的一个波动率来讲 那么呢 上海背离要强于他 只不过呢 他的位置 已经对于他的界面 已经有充分了 这样的一个对性 而且呢 结合 他的筹码也好 结合他的当前的一种状态也好 对应了 后面要防范什么呢 防范的是 MSD日线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背离 同时的话呢 从出马的一个视角来看到 你会发现 好 反弹一波 震一阵 前面的霍利出马的话呢 基本的消化殆尽了 好 反弹一波震一下 下方的霍利出马 消化殆尽了 那么对于他来讲 近期的属于什么 日前就属于短线资金 在进行把握 一旦见识不好 那么呢 一旦资金立场 那么呢 这种类型的个股调 也会比较的深刻 好 只不过当前这个状态 他的人气 他的关注度还在 所以说呢 对他来讲 像上海贝林一你要是从趋势 从从他的一个空间 认为呢 他的性价比是越来越低 只是短期 只要短线的一个视角 见好就说 那么只要说呢 他的波动率还在 那么呢 是可以去留意 换句话说 后面如果半个力移动 那么这两个个股 谁更容易 率先有率先有反应 而且反应的幅度 更加的明显 那么呢 可能上海贝林 这是他近期的特征表现的 但是你要是从中长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个人啊 更看好像 斯兰威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 中长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好 这是一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 斯兰威当前的一个状态 当前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 因为毕竟 2023年一级亏 是2024年的 一季度半年度一级 只是减亏 还没有真正扭亏 后面能不能扭亏呢 这是一个 因为没有调研 不能做出肯定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 只不过呢 如果说行业复苏的 呃 延续 然后的话呢 像半导体行业 再加上去侦测的 这样的一个支撑 你要从中长的一个视角 来去观察 的话呢 个人认为 哎 四两位的 性价比比高 你要说短期的波动率来讲的话呢 那么 哎 他的表现 实际上 一个是 一个是短期情绪的风向标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只是一个 呃 股性刚刚转活 跟长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 你要从短期的股性 短线的波动率来讲 那么呢 斯兰卫 当前的表现呢 要比上海病林 要差一个称极 啊 这是个人 从 呃 他的 短期股性 以及呢 从他的一个中长的位置 来出发 来进行思考 这是呃 个人的一种看法 好 那么我们再从其他的一个视角 什么其他视角呢 那么对于四两位 这种类型的个股来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后面的一个跟踪 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后面跟踪的重点 在于 第一 第一 那么呢 日线一比上 当前日线一比下 这日线一比下之后的话呢 那么后面观察的是 他的量能列出呢 能不能保持前面这种状态 列出呢量能称极 逐极的在进台升 然后呢 股性的话呢 转活之后呢 他就要说量能以股性 故重新回归到前面这种 低量能 这种低量能的状态 那么呢 再一阵回回图 回调过之后的话呢 是可以期待 从日线的 一比上 一比下一比上 甚至从日线的 呃 从日线的 比到日线的线段 甚至日线走势类型的 这样的一个 生长的视角 来进行看待的 好 这是呃 对于四南威当前的一种 状态 也说呢 从74块 那么8 前面 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 下跌调整 那么当前来看的话 只是观察 他能不能生长出 日线级别的反弹走势 好 这只不过呢 这是从中长的一个视角 来去看待 好 以上呢 只作为 呃 技术交流 不作为交易依据 喜欢的朋友呢 就给你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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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